财经天币 亲爱的听众朋友投资朋友大家好 听完了Bulford Day Spa的Grace讲完 我们都知道我们注重财富管理的人 当然自己的皮肤身材脸孔也要非常的漂亮 那我现在来问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嘉宾 Melanie是不是也同意我刚才的说法呢 当然了很重要啊 对不对 夏天要来了 要露的地方比较多了 防晒至少要注意好 那Melanie呢 她是在德利亚迪利亚 Realty 华语代表 华语市场的代表 那首先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之后会refer很多主题 都是要牵涉到这个电话号码的 650-485-0398 650-485-0398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暖和了 夏天也不远了 对的 那上期呢 我们讲到夏季是房子 传统的淡季 市场上不仅房源少 买家也少了 但这并不代表 淡季就没有人买房子 对吧 是的 尤其是就是说春天的时候 你还没有抢到房子买家呢 夏季呢 就是一个好时候 趁着市场上的这个买家少了 竞争减少 那你买到房子的机会呢 就会相对来说增大 所以在春天没有抢到房子的这些buyer 可能心里面呢 都都觉得 哎呀 这个市场对我太不公平了 那现在有一个比较对于buyer好的消息 就是趁着夏天 大部分的买家呢 其他人也许他们在处于半休眠的状态 真的要抓紧时间 到底在哪里呢 对 尤其是夏天 很多人也是选择出外外出度假 那我们在今年就是7月19号和16号这两周呢 我们的德亮地产会举办这种夏季的买房促销活动 买房还能促销 这个活动我们做了好几年了 每年就是7月的两周的时间 那今年呢 我们在为这个时间段内 就是你买我们房产的这个买家呢 准备了三个夏季超级套窜的选项 哦 哪三个选项呢 包括什么 今年的就是有那个NAS的温控器啊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哈 还有这种可以通过手机远程监控的这种视频摄像头 很实用 对 然后还有这种可以远程监控的视频门铃 比如说像Ring就是其中的一种嘛 对吧 对对 这些真的是Smart Home 基本的配备不能没有 非常多 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Seller家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设备 尤其是远程监控的视频门铃 你一按电铃呢 我们不管身在何处都说hello who is this 他以为家里真的有人呢 或者是邻居来找自己的啊等等 真的很方便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有大家了解过的就是说如果你直接跟我们购买我们德利昂地产的上市房产呢我们就是将免除百分之百的买方的佣金哈这个政策还是继续在沿用之中哦就是透过德利昂的buyer的agent来买了德利昂地产公司上市的房子就免除买方百分之百的佣金了对对就简单来说就是你直接找我们 比如说你去了我们的open house然后你没有agent然后你看中了我们的房产那你直接来找我们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buyer agent给你然后帮你来sell for这样子是其实这关于这方面呢我也仔细研究过其中的这个道理呢我已经明白了的确是如果说买卖方都经过德利昂的agent那自己的买方呢就踏踏实实地知道这个我们自己在跟人家抢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并且胜算到底是在哪里那如果听众朋友们you happen to be在今年夏天要购买房屋的朋友呢请在7月14至7月21号这两个周末留意德利昂地产上市的房屋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就算我们找了这个buyer agent给你啊但我们也不是一个duer agent的关系因为我们公司就像你知道的我们是有两个team分listing team和buyer team 对吧所以这两个team是没有冲突和交接的所以就说不会影响到seller利益或者也不会影响到buyer的利益因为我们有啊虽然是一个team一个公司但是我们会有两个agent同时就是为这个seller和buyer服务即使是一套房产的这个transaction 听到这里啊那听着朋友那对于德利昂reelty他们的这个admin的制度大家也许有的熟悉有的还不是太熟悉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也去过德利昂地产公司在中半岛的上市屋那个open house我就觉得真的跟人家都不一样不但是在做listing的来hold open house的agent他很knowledgeable 并且他能够照顾到这么多不同的呃那天当然算是looker也很多嘛因为太多人去看了那turning to be one就是这个buyer了那么呃你们在做listing的时候全盘考虑的真的是比别的公司周全 你们是为什么会有这个idea那这个范围到底包括哪一些还有优势又在哪里呢对这个说来话就长哈就说我们跟别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in house的team那这个team呢就包括了很多的team member比如说我们做一个listing那别的agent可能只是一个individual agent他一个人就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全部的一个过程他都在自己在做 那我们呢可能就是一个team在运作比如说这个team里有interior designer就是讨论到staging对staging的问题啊或者这个房子应该怎么清洁啊怎么对啊或者说怎么有什么颜色啊这些啊现在市场上的买家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的木地板啊种植成城对吧就是用专业的眼光来告诉你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准备这个房子上市然后怎么staging那我们还有专业的marketing team啊去帮你 你们in the flyer也是非常的sorrow很完整介绍那一区大区中区小区都介绍了对如果你上我们的网站去看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网站的专业性完整性啊还有这个知识性是完全是就是在业内是数一数二的哈这些卖方都不要另外花钱呃staging呢我们就是regular的listing我们就送一个月的staging啊如果是platinum就是500万以上的我们送 两个月的staging啊这样子啊这已经好几千块在那里了是marketing就是全部都是我们来付了那个客人都不用付这些啦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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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不会这么的想到的周到呈现出来的感觉也不同了 对我觉得很多卖房子其实你说容易因为现在是一个seller market你说容易也容易但是如果你说想买一个很好的价格那也不一定就是那么容易而且卖房子之中就是很多细节啊然后再考虑到就是说你这个最后的那个环节negotiation的那个环节那个环节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是每一个这个router他们都是一个好的negotiator是吧是的然后还比如说你法律啊税务的这些知识那我们都有专家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卖房子来讲我们还是有觉得很很大的优势哈好今天在上半场请到的嘉宾他是delian realty的华人市市市场的代表melanie玉她的电话号码是6504850398485039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德利洋地产六月研讨会您是否有很多关于硅谷房地产市场和行业的问题或是关于德利洋地产独特的商业经营模式的问题 请参与本场研讨会与Candy Leong和Michael Rebka轻松互动6月14号星期二晚6点至8点跑了Auto Hills Golf Club提前预定请致电650-543-8500获电由rsvp-at-delianvealty.com此讲座为英文讲座专为潜在客户准备解决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新翼旅行社提供租车服务配备专车司机7-56座不同商务车型满足您的各种出行 需求新翼旅行社推出客制化旅游服务无论您是企业奖励旅游员工旅游商务差旅个人家庭包团境内外旅游新翼旅行社保您一路畅通 详情请上网www.marysontravel.com或指点408-727-0570-727-0570 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Trans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Fremont及San Jose Office Y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有专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行列Transpacific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昌星珠宝CH Premier Jewelers隆重介绍瑞士名表Woblo 独一无二的设计一丝不苟的细节精湛的制表工艺成就晚表中融合的艺术 出类拔萃的Woblo与博表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n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to Stanford Shopee Center 昌星珠宝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到病除 Fremont和Campo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讲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Melanie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卖房子的 这个seller 还有listing 你们怎么样 提他们marketing 那说到湾区的房价 那就我们本地的市场来说 Melanie 有没有最新的市场 相关的数据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分享的呢 我看了一下 4月到5月 现在这个时间段 那这里我们公司覆盖的 服务的几个城市的数据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了 Palato Mellow Park Mountain View Los Alto Sunnyville Rio City 这几个城市 那对比去年的数据呢 就是Palato 还是处于一个 领跑的一个状态 那从成交后的中间价 就是median sold price 来说呢 对比去年同期呢 Palato 是有19%的涨幅 哇 这么多 对 然后是 就这个 每平方英尺的 这个平方售价来讲呢 Los Alto 和这个Mellow Park 是在一个水平线内 就是在这个 4月到5月 这个时间段 大约是在 每平方英尺 1540的这个价位 但如果你就说 你单看Mellow Park的话呢 那今年Mellow Park 它的涨势呢是猛于去年 提交了一个 提交了一个在Mellow Park 扩建新园区 就是New Velo Campus 的这个申请嘛 对对对 那这个就说明 Mellow 你房价是没有降的时候啦 呃 现在来说并不明显啊 虽然说 就是说 但是也不代表说 你不加入这个 Bidding World呢 就买不到房子 这么一说嘛 那上期我们不是 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然后在这里 就是再说几个例子 比如说 你前两个月的 那个中美贸易战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那几周呢 真的是 买家是明显冷却 哦 恐慌了 桑年报 200万以上的房子 没人抢了 哦 这样子 但如果说 你那个时候 你没有买到房子 买家那时候 你趁着时间 呃 积极下offer 那你买到房子 几率是相对会升高啊 对呀 对呀 还有刚说的这种 季节性 危机就是转机 对呀 危机就是转机 别人不买 不代表你不买 对吧 是 还有就是说 刚说的这个 比如说季节性来是这样 拿现在来说 4月份是房地产的 市场的一个旺季 那过了4月份之后呢 5月6月7月8月 都开始慢慢放缓了 这个市场 这也是一个 买房的好时机 对 这个是几 指一个 统计数字来讲 但是放缓并不代表 没有serious的buyer 在那边找房子 对 放缓也不代表 就是说 这个房价会降 对 所以说放缓 是一个好的机会 你可以买到一个 理想价位的房子 因为你的竞争的人 减少了 听出来了 所以 时机非常重要 那说到 出价下offer 那这里有什么技巧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 分享的呢 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说open house呢 经常碰到买家 就是问我们说 哎 你觉得这个房子 我们应该出价多少哈 那碰到这样 问问题的买家呢 通常他关注的房子呢 都是在 就是说比较热门的城市 比如说mountain view Sunnyville Real City Los Altos 这样的地方 那billion wall 也是最激烈的一个价位 比如说100万到300万 之间的这种独立屋 而且很多时候呢 如果碰到买家 问这个问题呢 这个房子呢 通常一定是会有billion wall的了 啊 呀 好东西嘛 大家都喜欢 所以大家一涌而上 那billion就此开始了 嗯 嗯 但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有billion wall 不可避免 但又很想拿下这套房子呢 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抓重点哈 因为很多时候 就说 有强烈意愿下offer的买家呢 一定是对这个社区 是有了深入的了解 知道自己就说 为什么要买这个社区 那你在锁定这个目标房产后呢 尤其是就说 你已经预测到 这个billion wall这种情况了 更多的呢 就是对这个房子本身 做一个快速的了解 嗯 比如说了解一下 派了多少个 disclosure package出去啊 是 派出去越多 就表示有兴趣的买家 就是越多哈 嗯 那此外就说 近期周围类似户型的 这种房产的售价呀 也可以做个参考 然后该社区的一个涨幅潜力 房子本身的状态 和生殖的空间等等哈 嗯 那此外呢 你还可以就说 将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去open house 你然后disclosure 你也看不到 你想找的答案 或者问了这个list host 你也没有得到答案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自己的这些问题 集中在open house之后呢 嗯 马上让自己的agent 发给这个listing agent 进行询问 对 这样子呢 你在sellofer之前 因为一般现在open house 就是周六周日 下offer就是下一个的 following maybe Wednesday Thursday这样子的对吧 所以我都快变成四分之一的专家 对呀 然后这样就是说 你在sellofer之前呢 心里基本就是有个数 那最后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出一个或者说你的理想价位 出一个最高的价 这样子呢 你在这个deoffer之后 你才有可能被就是说有counter的机会 你不要说我随便写个offer进去 人家就会counter我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人家要收二十个offer 怎么可能二十个offer 各个都去counter呢 一定是counter就是top的 最成的几个 对吧 所以就说 哇这中间的细节好多 Melani 是是的 好现在到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时刻 就是本周上市的房屋的介绍 这个周我们有五套房产上市 然后现在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那第一套呢 就是位于Palato的这个 Old Palato的一间独立屋 117 Hamilton Avenue Palato Helmington是明街啊 在Palato 对 他那个街区 就是这个房子特色 我就觉得是 不论是街区啊 location啊 还是他的这个社区 Oh Palato 他的这个 潜力 就是他的特 就是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这个分量 还是很重的 好 然后这个房子是798万8 五房五位 700 798万8 98万8 OK 五房五位 然后他这个房子很有特色 有点像 如果你去Carmel 那些地方 建造那种房子 让他室内的那个感觉 也是那样子的 就是很special啦 然后3300平方英尺 占地是1万平方英尺啦 University Avenue 你走路就可以到了 他在94306 对 然后学校就站 更不用说了 Old Palato 就是Palato 最prestigious的这个社区 OK 然后下面这一套呢 在 Menlo Park Menlo Park 我看一下 哦对 Menlo Park这边呢 就是158 Buckson Way Buckson Way 你从你的后院 就直接可以进到 小区的那个 后花园 然后还有游泳池啊 什么的 所以啦 这个环境太好了 对 然后室内面积 2200平方英尺 都很实用 有Leaving Room 有Formal的Leaving Room 啊 Formal的Dining Room 啊 Family Room Eating Area In the Kitchen 还有那种 就是户外阳台啊 然后你去这个 Coultran火车站 或者是Menlo Park 市中心啊 都很方便 哦 OK 然后 方便 对啊 然后Palato 我们还有一间小房子 在这个 South Palato 那South Palato 现在也是很popular 毕竟是离硅谷这边 很近 所以Camillo啊 什么的都很收 这种 是什么地址 请说 地址就是 433 Monroe Drive Coultran火车站 178万8 两间睡房 一间浴室 嗯 啊 室内面积是1329 土地面积是5750 嗯 然后它还有个特色 就是 它的这个后院呢 带一个一室一味的 啊 公寓 哦 然后还带一个小厨房 哎呀 中国人一听到 还可以分租 其实就老外也很喜欢 他可以分租 或者是 有人来住 就可以在 同样的生活范围 但是又有独立的空间 对 或者说你们家有这种 呃 大了一点的那种 young adult 嗯 他们也很喜欢自己的空间 爱也住在那里 让他们去闹哦 对 150平方英尺吧 大概这个小公寓 也蛮好的 然后另外呢 这个地 比如说你要加建啊 也是很很 就是也是有地方可以加建的 是 然后它这边 因为是在South Palato嘛 所以它很靠近 那个San Antonio Shopping Center啊 然后高中是去Los Altos High 好学校 嗯 很好的学校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两套是在 Sunnyville Bountain View 那Sunnyville这套呢 是228 Liberal Court 去年我们是在同一条街上 卖掉了一间 比这个小 大概卖了是一百七十多万啊 嗯 那这个现在的售价是 一百九十九万八 但这个房子就大很多耶 五房二点五位 室内面积是 两千三百五十六 嗯 占地六千一 然后还带这种 很厉害的 对 我去看过房子啊 就是 挺舒服的 嗯 然后带这个户外的游泳池 然后你去Duntown Sunnyville 还有那个Alcaminor Rail啊 然后Commule 比如说Central Expressway 二三七八十五号公路 哎呀 就是超级方便 好 对 还有在Mountain View的房子 Mountain View这间呢 也是很有特色 三房两位 然后室内面积是 一千六百一十 只有一层 然后呢 它有 它地很大 七千九 然后另外呢 就说它的装饰风格呢 就是日式的那种风格 哦 不要说只是日本人喜欢 这种日式风格 或者我们喜欢 其实很多人也很喜欢 对 他们 他们觉得很馋 什么那个馋味 对 他们也很喜欢 说实在的 馋馋的 然后 它的地址是在1575 Mercy Street Mountain View 要价 两百五十九万八千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也是它这个位置超好 你走路可以到Castro Street Castro Street 你想想现在那个那边多旺啊 然后呢 Central Expressway啊 85237也很方便 小学也不错啊 小学是那个Bob小学 高中是Los Altos High 所以这个房子 也是很多的潜力 首先地大 又一层 你要加建也没问题 你要现在住 完全是moving ready 然后走路又可以有这个 理想的这个生活圈 是 去到Castro 然后交通也好 所以这个房子 259万八 我觉得是一个 理想的一个 价位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那是不是还要留下来 几个是接受预约看房的 这个电话号码给大家 这个我就先说一下 那有Los Altos Hills的是 5 这个是个时百千万十万 五千五百万的房子 这个呢 只接受预约看房 对 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 要约你的realtor 然后来再跟我们连续去看 这个地址是27500 La Vida Real Los Altos Hills 五千五百万 是 那这是也是我们代理的 其中一个豪宅之一 是 另外一个豪宅是在Pala Alto的 1565 Edgewood Drive 是一千零八百八十八万 对 这个房子也是很有特色 在Pala Alto 这是 我们谈谈到的real money 接着呢 也是在Los Altos的 5887 Alboretum Drive 是498万8千 对 这个房子的特色 就是它有这个 井 就是你上到 对 你上到山上之后呢 有view 你坐在你的后院 每天就看那个美景 就是啊 那如果到July 4th 就在自己家里看就行了 好 那这些呢 都是充分代表了 这个房地产 还是蓬勃的一个气象 请大家联络 Melanie玉 她是德利洋地产的华语市场代表 电话号码650-485-0398 485-0398 哎呀好兴奋哦 谢谢你Melanie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好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节目结束 接着呢 是由我来访问 股市专家 J更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德利洋地产6月研讨会 您是否有很多关于 硅谷房地产市场和行业的问题 或是关于德利洋地产 独特的商业经营模式的问题 请参与本场研讨会 与Candy Leão和Michael Repka 轻松互动 6月14号星期二晚6点至8点 Pala Auto Hills Golf Club 提前预定 请致电650-543-8500 或电邮RSVP-at-delea-vealty.com 此讲座为英文讲座 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解决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新翼旅行社 Ma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翼Ma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对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 机场接送 新翼旅行社 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听讲座 巨财富 美股投资 教育教父 Warren Wang 2018年 比特币 投资讲座 6月2号 3号 精彩震撼 Warren Wang 带来黄金阵容 华尔街投行 交易专家 Donald Myers 分析师 Brent Kingsley 中文投资网旗下 New Coins 168交易平台 教您透过比特币 赚进美股 无法达到的获利 两场奖座 现场抽大奖 拿比特币 以太 莱特币 总价值上万美金 6月2号晚6点 New Peters Crown Plaza Hotel 6月3号下午1点半 San Francisco Hilton Hotel 报名热线 800-958-8561 微信Warren Wang2018 涛生依旧 我不想说 大哥你好吗 九九女儿红 这些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至今仍被传唱的金曲 您是否还记得 中国词曲作家陈小琦 一枚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符号 他将带领专业歌手团队 远渡重阳 为硅谷华人奉上一台经典怀旧的音乐盛会 6月17晚8点 San-Clarke Convention Center Theater 将带您回到记忆中的青葱岁月 订票请上网 smallwonder.biz smallwonder.biz 董燕杰SVRE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owner 地产买卖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听讲座 据财富 美股投资教育教父 温润王 2018年 比特币投资讲座 6月2号 3号 精彩震撼 温润王 带来黄金阵容 华尔街投行 交易专家 Donald Myers 分析师Brent Kinsley 中文投资网 旗下 Newcoins 168 交易平台 教您透过比特币 赚进美股 无法达到的获利 两场奖座 现场抽大奖 拿比特币 以太 莱特币 总价值上万美金 6月2号 晚6点 New Peters Crown Plaza Hotel 6月3号下午1点半 San Francisco Hilton Hotel 报名热线 800-958-8561 微信Warren Wang 2018 周乐畅谈 普京之间斗法的玄机 以及股市之销涨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解释Freddy Mac Fannie Mae Direct Lander 在放款上的灵活性 丰富性 GMCC服务南北加州 专进各种大额贷款 目前在南北加州 共有8家分公司 理财顾问赵世文 讲解 优质Bank Fund Retirement Fund的退休计划 6月2号 周六晚7点半 KDSF娱乐漫谈 听众朋友 接着我们访问 股市分析师J耿 在这一段录音 是在昨天5月30号录制的 因此在节目中所谈论的 个股收盘点数 以及指数收盘的点数 通通是按照5月30号 昨天礼拜三收盘为止 现在让我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5月31号 也就是今天礼拜四 每股收盘成绩 首先让我来报告 今天礼拜四 5月31号收盘成绩 每股礼拜四收跌 道指下跌超过250点 美国正式宣布 美国正式宣布 美国正式宣布对欧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钢铝 加征关税 重新激起了市场对于贸易战的担忧情绪 截至收盘 道指下跌251.94 报24415.84 标普500指数下跌18.74 报2705.27 纳指下跌20.34 报7442.12 因为对贸易战的担忧情绪令市场承压 致使美股礼拜四收跌 美国宣布对于加拿大墨西哥 以及欧盟征收25%的钢铁关税 征收10%的铝关税 欧盟和墨西哥都宣布将采取报复的行动 但是杰梗在昨天表示 他对于市场的信心 今天和昨天并没有什么不同 以下来收听杰梗的访谈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再度来谈一谈股票 并且跟我们在洛杉矶的分析师 Jay耿来聊聊股市的前景 Jay你好 大家好 周小姐好 在礼拜三美股市高收 Russell 2000的小型股的指数 再度创了历史的新高 昨天遭遇重创的银行股 今天反弹 油价大涨 推动能源股板块的攀升 投资人是似乎是摆脱了意大利政治危机的影响 好像是至少没钱选嘛 别人的事情影响不了我们太大 美国联储局的贺皮书称 美国近期呢 经济适度的增长 截至收盘到指上涨306.33 爆24667.78 标普500指数上涨34.15 爆2724.01 纳什达克上涨65.86 爆7462.45 那么这个Russell 2000呢 今天是收了 收在1647.3 今天的涨幅是1.46% 非常的漂亮 那其中呢 还有波音公司啦 还有汽车公司等等 都是比较吸眼珠的个股 有的是上涨了1.62% 有的是上涨了1.5% 这个是不是适度反映了 昨天在指数里面比较匆忙的 也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下跌 之后的正常反映 或者是经济也没那么糟糕 欧洲的情况也没那么可怕呢 J 是的 从整个这个市场的 这个大的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 这个定期之内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分线指数 这个冲击新高了 那么从这个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刚才您所说的 虽然呢 欧洲方面有一些利空的一些因素 但是我们至少能清楚 我们市场呢 仅仅用了一个交易日 就已经收到了周一的开盘点位的上方 那么从这个市场的运行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急跌和急拉的话呢 往往是一个行情开始的一个征兆 所以说呢 今天我个人呢 倾向于还是继续的这个看到市场 你看明天的话呢 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明天的收盘 明天收盘呢 是这个五月份的一个收官 对 短 短线上的话呢 市场向上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 那么以明天来讲的话呢 因为从五月份来讲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根从月线图上 阳系的一个形成 我们本月的这个行情呢 开盘点位是2645点 那么截止今天的收盘呢 是2725点左右吧 那么可以说 上涨的幅度呢 也是比较乐观的 如果说在明天的盘式 再经过一个交易日 继续往上涨的话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说呢 稍微的 在短线上稍微的稍微的修正一下 大家呢 逢低呢 可以继续的介入 那么这个2715点 仍然是这个比较好 比如路长点 嗯 好 那从果记得 在最近一两个月以来啊 都提醒着我们戏谷关区的朋友呢 就是2018年的5月 sell in May是 没有逻辑一定会发生的 那到了今天是5月30号 明天就是5月份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看起来果真如此 这个判断是真的很准 那我先要 今天要提前一下 让我们戏谷关区的朋友们 知道这个您的微信上面的公众号 以及私人的微信号 介绍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follow您的这种思维 以及对于股市的看法 同时呢 也有一些建议的方式等等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慎重的参考 好的 我个人的微信号呢 是JAYGENG001 那么我的公众号呢 是GDWM2020 GN财富 好 很好 很好 OK 呀 其实我们在做股票的朋友呢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人呢 他的心呢 是放在稍微 就是非正统一点 而是看到将来可能会盘踞正统的 一部分的cryptocurrency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 也要让我们的投资朋友 尝一尝这个滋味 这个cryptocurrency呢 最近看到从地点已经往上复苏了 那有人说很aggressive的人 就说cryptocurrency 可能以后会取代啊 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那您觉得做cryptocurrency跟做股票中间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判断还是最重要的 不管您是做什么都是要判断嘛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适合什么人做 好不好 这一点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好的 那么数字货币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 首先数字货币 刚才这个周小姐所谈到了数字货币 那么从大算为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数字货币呢 它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 那么往往一个新的事物在它诞生的初期 和它发展当中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阶段是非常容易赚到钱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可以说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成熟的一个阶段的话呢 大家往往就需要小心了 比如说没有这种 就是说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那么任何一个 我们看到一些小公司 他们发行 没有资格到 主板上去进行IPO 进行融资 来扩大这个企业的一些规模和运营 那么他们就可以采取这种输入货币的这种方式 那么 融合几百万美金的话 也可以满足他们目前的一个需要 但是对于他们的项目来讲的话呢 由于像IPO来讲的话 他们都是经过这个证监会 承承法官 有法律的依据的 那如果说任何一个好的一个企业的话 如果说你有资格去到这个主板去交易 去进行IPO的话 就没有必要到 数字货币这个市场当中去融资 因为你们不够资格 所以说可以说 相当于一个门槛吧 那条克有主板 那么它当中的话呢 也有一个pinship 还有一个OTC的这个板块 所以相当于人类类就物以群分了 那么所以说 对于这个数字货币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鞋子目前来讲 应该是有超过1000个数字货币 那么当中每年的话呢 都有几百个进行一个淘汰的 那么淘汰的数字货币的话 这些项目 无非就是说投资者 投进去的钱 最后打了水漂 所以说呢 大家呢 要想买入数字货币的话 你一定要看 发行数字货币的这个公司的 IP书写的是怎么样 他们说什么的内容 有没有一个发展 那这个方面的话 就得需要 因为没有证监会的帮你把关 只有通过个人的这种判断 来进行逐一的筛选 以谨慎为宜 规避这个投资的风险 嗯嗯 对了 就是一定要以谨慎为宜 明白了 那IPO和ICO是完全是两码事 我很赞成这种说法 就是要把风险先 当成我们自己要保住自己财富的第一规律 自己深深深的要明白 好 那这个在cryptocurrency也有很多小的公司 好像现在呢 成立公司 加上一个cryptocurrency或者是blockchain 就好像是属于未来的 这个中间呢 多多有不实之处 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好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传统的投资市场 股票市场 现在看一下我们今天在收盘的时候所处的这些点位 今天事实上整天呢都是在上涨的这个局势中 下跌的呢就只有像apple了这种股票 它下跌了 那还有做反向操作的一些etf这些也是下跌了 那银行股在昨天是下跌很多 今天上涨的也蛮漂亮的 对于这些板块 还有这些现象 您有任何的看法吗 我认为呢 整个来讲的话 市场的人中性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之前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苹果的话呢 总能是在泪滥之中来帮助市场呢 进行一个成盘 那么现在市场呢 逐步的一个好转 接近的话呢 就没有必要了 再进行一些蓝手股 因为从目前来讲的话呢 蓝手股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 航行 那么如果说从现在目的那个位置上 再发展了10% 20%就已经是到头了 因为它的市值呢 已经是比较大了 那如果说那么相比之下 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的话呢 它往往都会有一个 50%或者是100%到200%的一个上冷空间 那么相对于来讲的话呢 这些资金的话 更愿于在目前 市场好的环境下 投资一些比较高风险的 这样一些股票 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资金的话呢 在市场当中还是满活跃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嗯嗯 我下面这个问题呢 可能有一点太过基本面了 不过为了满足我 还有我认为其他的投资人 也是蛮关心这个问题的 通常美元上涨是对股市不利的 那现在美元的确上涨 但是黄金也同样上涨 那么这个就更奇怪了 通常美元和黄金都是走相反 背道而驰的路线 而最近的都是红向发展 这个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对于股市有什么影响 请尽量回答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目前来讲 市场的大方向是什么呢 大方向是加息 那么加息呢 是我们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那么加息的前提呢 是什么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 那如果这个通货膨胀有描头的 因为我们每次看美联储利益决议的时候 我们都会关注美联储对于利益通胀的一些观点 接近于2%了 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能超过这个预期了 或者是达到他们的预期了 他们总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通胀的 如果通胀有这个描头是非常好的 因为通胀的话可以让我们有理由进行一个加息 那么市场的话呢 也会在这种加息的一个周期当中 进行一个自我的调节 现在市场就是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今年2月份到现在的话 大概调整了两个月 大家呢 有的时候 有的投资者就已经受不了了 这个调整了 我觉得日后还有更大的调整还在后面 你觉得这个更大的调整会发生在今年吗 都更大调整 但是不会发生在今年 我想也是因为川普总统他最注重的就是其中选举 而其中选举的初选是在6月 但是真正的其中选举是在今年11月 我想他会很努力的把持住这个股市 不至于有太大的plunge掉下来 来hurt到他的选区 他的选民 好 我们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请大家呢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之后的回来继续访谈借梗 来谈论其他重要话题 不要走 涛生依旧 我不想说 大哥你好吗 九九女儿红 这些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至今仍被传唱的金曲 您是否还记得 中国词曲作家陈小琪 一枚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符号 他将带领专业歌手团队远渡重阳 为硅谷华人奉上一台经典怀旧的音乐盛会 六月十七晚八点 Santan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Theater 将带您回到记忆中的青葱岁月 订票请上网 smallwonder.biz smallwonder.biz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 拿W2的贷款人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lee at leezhangcorp.com lee at leezangcorp.com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32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 矽谷学区房 住宅 投资屋 酒庄 以及南家最热门华人地产城市 房价仅为矽谷三分之一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408-828-0600 约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iend.流 1268 at gmail.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Jay Kang 再度欢迎你Jay 很好 我很喜欢像你这样子的年轻分析师 但是观念是很保守的 很护注自己的core核心的 那我们就刚才正在发展的这个论述啊 来讲一讲目前的这些国际 还有美国还有基本面和这个技术面合在一块的 刚才的论述正在精彩之处啊 我们继续 好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加息的一个周期 那么美国的整个这个市场的话呢 也是在加息的周期之内进行了一个调整 目前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那么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红金 加息的这个前提呢 当然是通货膨胀了 但是为了要抑制这个通货膨胀的话 或者是通货膨胀刚刚开始有了一个发展的鸟头 那么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黄金 黄金呢 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日后的加息 如果说auto control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黄金 它就要起到它的一个真正作用了 那么现在呢 黄金来讲的话呢 也是只是说 因为我看黄金的目标点位的话呢 我是把它的目标点位放在1,500美元 哦 OK 只不过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 暂时不会加息嘛 那么在上周的行情当中 美联储我看到有一些 评计师也是把6月份加息的代率的话呢 开始往下调了 嗯 所以说呢 加息暂时放缓 说明了通货膨胀的话呢 势头呢 并不是十分的明显 那么短期之内的黄金的话呢 出现这种比较弱的这种弹势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环节上来讲的话呢 它都是轮动的 那么你多走一步的话 我就多走一步 那你少走一步的话 我就少走一步 相当于相互的做一个牵制 还是处于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日后的话呢 是个指数冲击新高 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呢 在逐步的加大 只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没有看到市场的分析师 给出这种评论吧 那日后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这种评论 在逐步的加多 这就是一个信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非常好 好 我们再来看美元用它的代表 ETF就是UUP 我们从日图 还有从周图来看呢 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收盘是24.78 从日图看 好像是已经达到近期的高点了 但是如果是从周图看的话 范围放大 看到在2016年的年底 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高 所以呢又觉得现在不显得太高 哇难道还会继续上升 那它下一波的阻力又在什么地方 同时对于股票的走势 是不是真的有负面的影响 美元指数的话呢 短线上我看空 那么黄金的话呢 我看涨 那么UUP的话呢 短线调整的目标的话呢 应该在24到24.15这个附近 是是 哦 OK 好 那既然我们现在讲到 已经看到股指了 然后再看到ETF 就是等于 SYMBLE来分析未来的前景 那我们就开始 现在来提一下这些 我们主动提出来的问题 那J以前讲到了AA 就是Alcoa 它是钢铁业 那今天一天呢 是上涨了2.62% 收盘是48块5毛4 它这个图表在诉说什么 AA的话呢 今天呢 它是伴随着洗盘的一个超低反弹 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往50块半的这个目标上 去看一下这个反弹 这是一个阻力 过了这个阻力的话呢 才能到达第二个阶段 大概是55年的一个目标点位吧 那么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它还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线上面行的 那么市场呢 还是处于上涨的那种节度当中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张股票的话呢 还是可以做一顿反弹的 嗯 还会反弹持续 对的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就是Nancyclical的一个消费品 就是代表奢侈品的Tiffany 代号是TIF 它在报告业绩之后 那个是上周的事情 就跳空上涨 然后一路呢 从100跳到115 那就持续的上涨都没有下跌 130块7是它今天收盘的价位 好的 那么TIF的话呢 短线上 从上周的拉伸的力度蛮大的 那么本周的话呢 小阳线的一个实体 那么属于这种惯性的一个上阳 短线上的支撑的话呢 合理的支撑现在应该是在121 那么现在收盘的话呢 在130 所以说呢 这种超买的现象的话呢 也是蛮严重的 那么从超买的现象来讲的话呢 尽量不要去追高 因为那这个短线上 如果调整到121的话 我觉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再次接入的一个机会 嗯嗯 好 好 那已经赚钱的人是否要 考虑先获利了结一下呢 暂时出厂呢 暂时出厂的话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 cover call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 呃 向上卖出它的call 或者是卖in the money的call 这都是可以 in the money 对 短期做一个保护 比如说啊 我们所关注的121.5的一个支持 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如果说卖它的业体权的话呢 可以考虑卖120 呃 卖122 122的一个call 因为我相信它应该是不会跌破122了 嗯 OK 就是不见得会下跌去补它那个跳空上涨的空了 好 那我们接着要看最近新兴国家啊 因为受到关税啦 然后一带一路啦 然后再加上欧洲情况的影响 还有货币的这种tubulence 波动性再加上地缘政治等等影响 它的ETF叫做EEM 自从在今年2月就开始示弱而下滑 今天收在45块7毛1 请来评论一下新兴市场的股票代号EEM的前景 好的 EEM的话呢 从周线组上来看 目前呢 本周由于是只有四个调业日 那么昨天和今天的行情形成了一个十字签 嗯 那么短线 短线上的话呢 还是有这个反弹的这种需求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EEM现在是45.54 我们大体上是可以往48元去看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反弹 因为目前节奏呢 和2月9号所看到的最低点 形成了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节奏 那么既然是二次探底的话 我们就应该有一轮反弹的行情就出现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如果说大事要是好的 的话我觉得新京市场的话呢 也有不俗的表现 大家呢可以这个关注一下 OK Jay 接着看一下Nova Lifestyle NVFY 它今天是下跌了比较大的percentage啊 2.63个percent 收盘价格是1块85 那您怎么了解它呢 好的 那么NVFY的话呢 从这档股票上来看 短期之内的话呢 还是呈现出一个说量的一个整理 那么在近期的行情当中的话呢 我也是关注了 像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在最后收盘的一刻 那是有机构呢 在故意的向下做一个点位 才显示出来周盘是1块85的点位 我觉得 带一机构的话呢 欺负的也是 哈哈哈 也是够呛 但是我相信这两个股票的话呢 今年的话会有一系列的措施 来支撑这个股价 首先呢就是业绩 那么业绩来讲的话呢 大家可以到G&A上去看一下 它Tenical Statement 那每个季度的话呢 都是处于盈利的一个状态 那么相比去年同期的话呢 都有大幅度的好转 原因呢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话呢 脱离了重资产 转向了轻资产的一些公司 算是一个转型吧 那其次的话呢 我们也是通过上一个季度的一些报表 所发出来的暗示 而且呢还有股票这个回购的计划 我觉得这对股价来讲的话呢 都会在日后形成一个 比较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那么大家呢在日后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成交量 如果说成交量出现放大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回购开始的一个先造吧 好 刚才讲到是Nova Lifestyle 好 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请J来给我们做一个点评 同时呢在您心中比较重要观察的股票 也告诉我们的投资朋友 好的 那么我们记得前两期吧 我们所跟大家所提到的 美国钢铁这张股票的话呢 今天盘后呢 有利好消息的一个出现 哦 就是X啊 X 对 OK 对的 因为我们上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突破38 那明天的话呢 就可以突破38了 所以说呢 整个的行情 或者是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像我们之前的分析那样 这张股票呢可以继续的看新高 我觉得看新高的概率的话呢 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我们让整个这个盘式呢 来进行你最后的一个验证吧 那么在这里也祝大家 在整个多头的这个行情当中赚到钱 OK 非常感谢J J的微信号是 个人的微信号是J-001 J-A-Y-G-E-N-G-001 公众号请说 是GDWM2020 OK 好 GDWM2020 感谢你 J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再见 今晚 谢古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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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